用茫茫的夜色做墨 用窗移的土地做之 在鴉片戰爭的硝煙之後 是誰寫下的地方個字 中國 讓人獨得昏暗 獨得疲憊 更讓人獨得心痛 獨得悲憤 那萎縮在清末時初裏的銷售的中國 那歸道在南京條約裏的軟弱的中國 那一天 無數的青年走上了街頭 面對淋漓的鮮血 面對慘淡的人生 他們的吶喊如同一阵阵驚雷 激盪著這昏睡的土地 他們就像一束束火焰 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 盛開成五月 絢麗的花朵 死後 他們加入到共產黨人的行列中 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 用鐵錘砸在黑暗 用鐵刀收割光明 他們走過漫道 他們越過雄關 他們駛逞江場 他們應有殺敵 他們要以槍杆作筆 寫下一個崭新的中國 他們用熱血維色 描繪一個青春的中國 許多年後的今天 當我的鼓風穿越地勢的崩潰 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呼吸 我又看見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 拿著南汗室的面孔 我又聽見了他們的搖亮的歌聲 在豐富的土地上圍蕩 他們用無緣無悔的青春 在悠悠歲月中 寫著一首愛的詩篇 去念一首歌 內器燈蕩 往前 Pick select enter 飞月悠悠,人生漫漫,那是一首激情淘汰的詩篇 那是一片開滿鮮花的風景 那是一句戲弒彷的交響 那是一座創製流鼻的風碑 哦,中和,我要為你寫一首詩 用太陽景色的語言,用西海浩瀚的背藍 哦,中國,我要為你畫一幅畫 用春天百幻的色彩,用五星紅旗的光芒 今天,一個大四的中國,讓人獨得雙兵,獨得哀愁 今天,一個崩潰的中國,讓人獨得生動,獨得自豪 這,就是在世界東方以南國而出的,激發的中國 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歸黃的中國 這,就是我們的,青春中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